今天正字十八可能都變成一個趣聞笑劇放誕片段 為什麼呢? Hong Kong Funniest Home Video 其實今天這個影像和標題 我們就是想做一個mockery 反奉一些收封亂說的人 今天有篇文章說收到可靠消息人士 就說王永會接任新聞統籌專員 而且已經到了品格審查階段 就好像最後直路已經在看你的人格如何 人格OK就為你撞 首先我想說我沒有申請任何政府的職位 也沒有 暗地裏有沒有人在審查我 然後覺得好在審查你還未發生 說明暗地裏我也不會知道 所以我不知道可靠消息人士和作者 憑什麼去做 其實也有很多朋友打來問我 因為主要來說 不是那個人的部落格多人看 而是後來立場新聞 今天早上我正在吃早餐的時候就打來問我 查詢你 因為立場原來真的有很多人看 很快也廣傳了 截至目前為止 如果不算傳媒行家記者朋友的話 我已經收到超過20個電話 約網 可能生涯過都未頂 如果算是WhatsApp不止 即是查詢一下 包括有朋友 外地的朋友 外地朋友 外地的朋友 我在加拿大英國也讀過書 另外就是立法會議員 過氣立法會議員 即是沒有連任的立法會議員 沒有做也可以 還有行會成員也有找過 行會成員也不知道 也要問你 也不開名 這件事是否很搞笑 有人傻得是無雲巡 寫過我叫黃世澤 大家都可能不太認識這個人 沒什麼人認識這個人 但開始有人問我做什麼 他經常看他的紀錄 他很多時候都很喜歡寫你 你和我都認識了十年 超過十年 他跟著你十年 他附在你旁邊 留意著你 立此傳召 立此傳召 我有沒有在他面前說 我好像真的報 沒有 你也要問我這個蜜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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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知道 做什麼 我和他真的沒有一起工作過 也沒有寫過任何黃世澤的東西 其實過去十年 從時間到時間 有空無事 就會罵我 攻擊我 但我從來沒有回應 因為我真的覺得 其實沒有人認識他 直至他今天寫了一篇 這麼長的文章 這麼厚愛我 我都要回應一下 因為今天很多人問這個是什麼 這位黃先生是誰 很多人問你 究竟是否有這個事實 你也要作出一個回應 所以我想我們 最主要我們 更重要的立此傳召 就是我黃永喜多個平台說過 我今世不會再做官 因為如果我說我今世不做官 人們就說你考過政務官 你今世已經做過官 所以我只能說不再做官 也有人知道 其實我曾經做過一份暑期工 我是做過可官的 如果他要抽稱我的話 他都說你做過官 不止一次做過官 又做過可官 即連可官你都不做 我可官我都不會做 可官我都不會做 總之我今世就不會再做官 也沒有興趣 原因就是小弟自知不才 以我的性格 怎麼做官 我有那句就說那句 我沒有那個歡雲大量 可以忍得住一些很離譜的言論 尤其是不是今天的政治環境 是將來的政治環境 怎樣都好 你說出解 可以在這裡出解 電台也可以 電視也可以 我正在做解困新聞學 解困新聞學就是出解 這個不需要 入到裡面出解 裡面的解多數是死的 很多時候 為何你會覺得政府出那麼多糞便 其實都不關出糞便 制度令他變成 本來不太糞便變得好糞便 但我立此傳召 我不會做官 老實說 我自己也在二月頭 未正式所有候選人入閘 我已經說定 2017特首選舉的人都未入閘 我已經說定 免得那些人亂挖我 我就是遇到那些人 結果真的有那些人 另外 另外 我慌死別人不記得 我選完第二天 3月27日 又再說一次 在人民大道中 都再說一次 在這個台上也說過 阿健也很驚訝 為何這麼蠢 你說得這樣 很多人都說 為何說 很肯定 正所謂三十而立 四十不劃 三十而立 我當年32歲 已經做了商業一台台獎 有人知道我是誰 四十歲 過了四十歲 已經一段時間 不會再有困惑 自知不會是做官的材料 所以不會做的 所以 連光明第一天陶傑都說 其實可以找他做官 這個我想說 沒有關係 不過我覺得有時候 都是感謝大家 對你的口愛 口愛 欣賞你才叫你做官 說不上 說不上 但是覺得 兩樣東西 解軍新聞學角度 一是覺得你做得 有能力做到 一是覺得你想做 恨做 恨做 我已經2月9日 3月27日 再加上今天 剛剛好 選舉的一個月 4月26日 我又再說多一次 如果你說不相信 你只是說 我說三次你都不相信 那說什麼你都不相信 但是你說有能力做 這個就多謝你後愛 這樣的人有能力做都應該要做 我收到很多留言 說我適合做的 但是我覺得 我自己知道自己不適合 這個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也很感謝大家 幫我改了一個花名 其實回想一下 我的花名也是一件好事 大家說王永 王加了一個R Wrong 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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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我這件事 我就更加小心 我更加小心 因為今天寫的那篇文章 那個王世澤 我沒有跟你說過他是什麼人 因為沒有什麼人認識他 既然是這樣 我都說少少 讓你們知道 其實他是做什麼 做什麼 他就是梁文道做台長的時候 請他回來 負責監察鄭經翰的節目 即是《風波裡的茶杯》 鄭經翰有沒有說錯話 或者亂說話 他的工作是這件事 所以一個人 他的工作是做這件事 做監察 做監察和做Fact Check 現在叫做Fact Check 踢踢你 我就不指望 他有看《文人大道宗》 我不覺得王世澤 也會看Fact Check 但是你自己作為一個出身的人 你也要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2月9日 3月27日 我說過什麼 你連這件事 這麼基本的事都不檢查 你為什麼要評論 或者他可以在文章寫著 雖然王永幾月幾日 但我不相信 你連這件事都不說 我不講 很多人都用錯話罵你 你怎麼這麼差勁 這麼不專業 你對不對得住你出身 對不對得住《文道當日》請你 我覺得這些真是太不堪 我也不在廢話的時候罵 老實說 還有 黃世澤原本是用來監察鄭經翰 後來他變成崇拜鄭經翰 他都不至一次情寫出來 你都可想而知 這個人是怎樣 由監察變成崇拜 這個人基本上是一種這樣的狀態 所以他長期 你問我為什麼他經常會 過去十年寫日來罵我呢 這個都有些關聯 他長期都是處於一種這樣的狀態 對於做早上評論節目的人 都有很多的批評 這個可能是 但這不是一個實質的過節 這個我也很難理解 還有 麻煩不要再收封了 如果你收封 又不做一些基本的查核 這是很令人覺得 為什麼傳媒被這麼多人批評 去到這樣的地步 所以我在這裡再說一次 我們今天就立此傳召 我黃瑩就不會做官 可能Paul有一天做官 我也不會做官 我最多做可官 你有沒有申請 其實現在在這裡說 當然沒有 有文品格審查你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沒有人我不會申請 這件事太搞笑了 所以我們在這裡說一次 清清楚楚 我想其實都 並不是因為熱廚房熱語不熱的問題 如果你自己覺得 根本你在這個崗位不適合 你就在另一個崗位發揮 但你如果是做得一個傳媒 甚至做得一個網絡評論員的身份 你在這個崗位 你要做一些最基本的事情 核實一些基本資料 找一些背景資料出來 這樣才會令傳媒 不會被人蒙羞